這個光還滿美的 今年二月 王中平夫妻兩代寶貝女兒出遊玩自拍 但可不是留作紀念這麼簡單 旅遊照片其實是小女兒韓非的寒假作業 還要剪貼大海報 錄英文短片 一份寒假作業 全家總動員 不僅孩子忙 家長也哀哀叫 但現在北市教育局宣布 明年起跟寒假作業說拜拜 開心 因為自由了 因為沒有寒假作業可以 心情的出去玩 學習自己想做的事情 不開心 因為沒事做 上次有一盞本 寫不完 小朋友大多拍手叫好 因為知識的寒假作業 包含書法美勞 養動物 作文等 每次放假前 老師會發厚厚一疊作業本 人人都一樣 連寒假都照表抄課 學習不夠彈性 北市決定廢除40年舊規 讓學生自己的寒假作業自己設計 形式和內容不限制 當然也沒有飯本 不管是幫爸媽大掃出 拍影片 學吉他養小狗 通通都過關 連家長都會覺得很快樂 比如說你要唸十本書 寫十本的讀書新的 我們就必須要抽空 帶他去圖書館借書 這樣好像應該也是可以嘗試 可是這個是要對自己 比較有想法的小孩 可能比較有效吧 不會有一個自私的學習計畫 但是希望老師引導小朋友 去思考我這個寒假 我自己要做什麼東西 來看看比較長的暑假 我們可以提供什麼樣 更多的陰價跟協助 少了傳統作業本框架 學生發揮空間變大 只是成效如何 明年寒假後見真章 沒作業超開心 記者劉亮亨少女米SNG小組 台北報導 下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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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絲